好啦,現在我們出來了 對面的高樓就是阿貝野大廈 好,我們往前走 但是我好像旁邊已經看到有很多垃圾 馬路對面已經有很多垃圾對方了 還有很多流浪漢帳盤 現在龍哥是來到了日本最黑暗的地區 這是新京宮是吧 新京宮 這可以稱為是日本另外一個世界 另類世界 我不知道能不能拍啊 盡量拍,不能拍我也沒辦法 好吧 因為觸犯很多什麼相關的隱私法 很麻煩很麻煩 都說日本很乾淨啊 現在我讓大家看一看另類的日本 旁邊都堆滿了垃圾 旁邊都堆滿了垃圾 这个区域有很多 无家可归者 但是别忘了 这边的流浪汉里面 有很多都是博士硕士 还有很多科学家 不要小看了这些流量者 都是很厉害的人 有很多冰箱 按着把洗衣机 纸板箱 不乏投契是犯罪 下面都是蓝 太讽刺了吧 这些区域很多房子都没人住 也不知道有没有人住 那边好像有很多食物派发 或者怎么样 所以我感觉 他们也是蛮可怜的 这些房子里面 我也不知道里面可否进去 我也不敢进去 反正外观看看蛮恐怖 有点像鬼屋 比较受探险者朋友的喜欢 里面都是有点杂草 有些流浪猫 流浪狗 其他我都没啥见到 这个区域的警察局 一会看看有没有 西城的警察总局是很厉害的 警署非常厉害 它的防暴能力非常强 是全大阪最厉害的警察局 听说在这边 在十多年前有很多次暴动 流浪汉的生活 我不想拍的很多 稍微意思一下拍一下 全面的清潔工都在 收集垃圾 我们现在出发出去了 不想在里面看 看的有点恐怖 现在我们出来了 还是感觉大马路上走 感觉安全 里面走的话 这边总是有点哈嘶嘶哈嘶嘶 这边买东西都很便宜 人群食堂 也有中华料理 里集入 quir Estable 洲 这边的职租办公室 相当便宜 这边的出租区 相当便宜 文貴現在往裡走走看 再看一會我就準備打道回府了 這個地方讓我一個人來 絕對不可能來 太恐怖了 這邊有很多中古店 買舊貨的二手市場 旁邊兩道都做著流浪漢 我和小莉兩個人迷路了 也不知道往哪裡走走不出去了 這邊是他們的生活區 放火 我們去坐這裡 浪漫 這裡場很美 再多多多幾次 那些酒類 就算帥氣 等一下 拿着一下 照理 你說這會不會很正常 龙哥拍这个视频拍的满头大汗 大家喜欢的感觉拍的不错 就点赞留言支持一下 感谢大家 现在我出去了 不逛了 里面越逛越危险 在龙哥来到了西城区警察署 这个警察署是大白很有名的 它四周围全部是包裹起来的 这里的警察很凶悍很厉害 小李说特地叫我过来拍摄一下 周边就是大概就这么样一个情况 孤独的老人 回去了回去了 现在坐地铁去 不好玩不好玩 这边就比较城市化 这家店是很有名的 在前面有一家摊在吃饭 在各个视频当中都有一所看到 要走那么高的楼梯才能去坐地铁 哎 这个死去应该是最古老的地铁 啊 不用检票了吗 不用检票 免费的 我也不知道 怎么回事啊 啊 怎么没有检票口 啥意思 不用钱了吗 免费的吗 免费的吗 啊 奇怪了 什么意思啊 那是对面座 对面座 对面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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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通缉犯 日本的坏蛋 哈哈哈 啊 好了 今天走来走去走了一大圈 跑到了这边最可怕的 日本最黑暗的地区 哪裡啊 西城区 西城区 啊 这边非常的恐怖 我跟小李在里面走 所以想还是离开这个是非的地方 啊 啊 然后呢 就是被打盗回虎了 反正每个世界每个国家 都有它好的一面 也有它黑暗的一面 啊 咱们 就这样结束吧 啊 分享生活是一种快乐 我是龙哥 我是小李 感谢关注每日动画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这位朋友们 火车来了 哇塞 这辆火车漂亮了 粉红色感 哎呦我去 有点诡异啊 有点诡异啊 我是不敢坐 不敢坐 再等一两吧 佛 同类 坐